Komi A31 康家的路由器 包装很简洁,没有相关功能的描述 我拿到的这台是2月28日生产的,非常的新 我们打开包装,里面有网线电源路由器和说明书 网线标准是超5类,电源是12伏1安的 说明书非常简单,适合新手 路由器整体是黑色的,带5根天线 机身设计的比较厚,方方正正的 四个网口,一个腕三个烂 后面是重置和Mesh案里 顶部两边有散热开口 侧面也有散热开口 底部也有散热开口 满足某些人的发热焦虑 下面拆机,取下底部四颗螺丝,就可以打开上盖了 散热片看着有点偏,它是以CPU为中心的 无线部分的屏蔽罩也省掉了 处理器是MT7981B,双核1.3G 内存是256Mbps,闪存是128Mbps 背面没有芯片 通过TTL可以开SSH 我也试了360T7的U-boot 网口不匹配,所以暂时只用原版的系统 先测一下WiFi 先看一下我的测试环境 我的房子面积比较小,套内面积只有80平 为了模拟网友们的大house 所以我把路由器放在了阳台的角落 也就是图上了A点,路由器离地面是56厘米 路由器实际放置位置如同 下面分别是ABCD一点的测试截图 我们看一下数据汇总 编号38开始,手机测试位置精确后 数据偏低一些 这张图除了CR8806以外 都是联发科MT7981方案 COME A31在里面算信号较差的 只比GL MT3000稍好 我最早推荐的WR30U后来价格炒的太高了 现在来看最香的应该是360T7